大家好,我是橘子 今天分享手擀面的做法 自己做的面条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吃起来也放心 而且口感特别的筋道 做法也很简单 盆中放400克面粉 打一个鸡蛋,加一勺盐 加盐的目的可以使做出来的面条更加的筋道 用150毫升的温水 一边倒一边搅拌 搅拌成棉絮状 然后下手和成面团 就手擀面的面团一定要活的偏硬一点 太硬的面团不好揉光 不过没关系 先给面团盖上,饧面20分钟 趁着饧面的时间 准备两个西红柿切十字花刀 放在碗中,用刚烧的开水烫2分钟 碗中打3个鸡蛋 用筷子搅散 起锅放油 把搅好的鸡蛋液倒进去 用筷子快速的搅动 搅拌成鸡蛋碎 定型之后 倒在碗中备用 把烫好的西红柿放在案板上 剥去外皮 切成小块 然后装在碗中 锅中放油 油温烧到五成热的时候 把西红柿丁倒进去 加一勺盐,煸炒一下 西红柿丁炒到出汤汁的时候 把鸡蛋碎倒进去 翻炒均匀 然后铲出备用 20分钟之后 把饧好的面团再揉一下 大概再揉个一分钟左右 就可以看到面已经很光滑了 这就是饧面的作用 然后把面团按扁 取一个短一点的擀面杖 先把面团擀薄 把面团上面撒上干面粉 再换一根长一点的擀面杖 卷起来擀 然后换一个边 撒上干面粉 卷起来再接着擀 想要把手擀面擀得薄厚均匀 一定要四个边换着擀 每换一次边 都要撒上干面粉 防止擀面的时候粘连 擀成这么厚的薄片 就可以了 然后提起擀面杖 把整个面片折叠起来 用手铺平 再用刀切成细条 粗细可以根据自己喜欢决定 把切好的面条像这样抖开 防止粘在一起 锅中水烧开 把做好的面条抖散之后放进去 盖上盖子 大火煮一分钟 一分钟之后 用筷子把面条搅动一下 防止粘在一起 然后打开盖子 再大火煮一分钟 煮好之后放在凉白开中过滤一下 准备一把青菜 洗净之后放在锅中烫一下 变软之后捞出 把炒好的西红柿倒在上面 用筷子搅拌均匀 美味继成 喜欢就关注我吧 下期再见